1.0部分 2.0部分的话 题目大概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一题的话有个说明 它其实就是要利用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所谓的那个制定放映 然后还有所谓的章节做分类 这个的话在那个 方位里面算是比较进阶的动作 另外还有所谓的超连结 可以让那个 就是顺序 你可以由主讲者按照实际的现场需求 去动态的 按照那个顺序去做切换 也就是不一定要从第一张拨到最后一张 像这一题的话 里面有所谓的蝴蝶的分类 另外还有个宝玉类的蝴蝶 那它分别在3到8跟9到13 那它还需要新增章节 怎么新增章节 第一个的话开启这个 然后我是建议 如果你要新增章节的话 它在这个地方新增章节 功能在这里 但是我建议 如果你新增章节的话 你可以先把这个从影片的模式 由标准模式 改为所谓的浏览 从影片浏览模式 再来的话可以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 有没有4张 再往下可以5张 这样可以看 这样一目了然 比如说全部看到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从影片缩小 那我针对第3到8做一个章节的话 你先选择3 章节部分可以新增章节 你会发现它往下放了 这两个一个章节 这几个一个章节 那这个章节名称的话 我可以取一个名称 你可以点这边一下 按右键之后的话 重新命名 名称的话 可以取名叫什么 我没有 叫蝴蝶的类别 重新命名 那另外的话 9到13 所以9点一下 新增一个章节 那这边有个章节 那这边有个章节 点一下 按右键 重新命名 名称的话 把它改成什么 保育类动物 不 保育类蝴蝶 OK 好 重新命名 那你会发现这样的话 就一目了然了 那再来的话 你做完之后 可以切换回来 切换回来 又标准模式 又回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有关 蝴蝶相关的介绍 你会发现一个章节 OK 预设章节 第一个完成 第二个话要做什么 制定放映 他说什么 要制定一个放映名称 这个蝴蝶类别 就刚刚其实就是这个章节 要制定一个名称 一样的名称 可是投影片要3到8 另外一个叫9到13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一样 制定放映在哪里 第一个 这可能一般人比较少用 不过这个还蛮好用 尤其是你要做一个 有互动性的简报 这个是还蛮重要 那请各位切换到哪里 切换到投影片放映 里面你可以找到什么 制定投影片放映这个功能 那里面的话 点击它之后的话 它会跳出一个制定 这个放映的一个选项 那其中的话 有一个新增功能 那我 假设我要3 所以你3到8 你就把3到8的投影片 选择之后新增 在上面给它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叫蝴蝶类别 OK 好 按确定 新增第二个的话 那名称的话 第二个是蝴蝶类的蝴蝶 那我们可以一样给它名称 然后分别把9到13选起来 把它新增 OK 然后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有两个自定放映的清单 OK 将来放映的话 你可以按照这一个或这一个 去做放映 我们先把它关闭 那这样的话 就完成了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的话 它再来就要做动画了 也就是说 我希望能够让这个蝴蝶 能够有翅膀在动的效果 它现在不会动 那怎么样让它可以变 会动的那个 翅膀会动的效果 那这边的话 它有提供一些功能的需求 一个是什么 可以做动画 做水平方向的缩放 因为我要让蝴蝶 去有翅膀移动 所以其实可以利用 所谓的水平缩放的效果 其他我想 请各位先完成1到2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编辑蝶 就是蝴蝶会动的那个翅膀的效果 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变跟那个动画 变成水平 其实你会发现 它这个动画本身好像就已经有了 只是说它是两者 感觉好像这个比较不像是蝴蝶在 翅膀在动的样子 所以它要我们做什么呢 请你把它动画里面改成 一样是放大缩小 但是效果选项的话改成水平的 本来是两者 两者刚刚是这样 感觉好像忽大忽小 如果改成水平的话呢 感觉好像好一点 所以这边的话 记得把那个 当然它里面的动画 看有没有办法 让翅膀真的感觉好像在那边 偏偏飞舞的效果 如果可以的话 它当然最好 所以记得把它改成水平 题目里面要求是这样的效果 再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做超连结 那连结的话 蝴蝶的一声跳到头一片二 然后台湾的蝴蝶类别 跳到刚刚制定的 特别之后 制定的那个播放的那个清单 里面有一个是蝴蝶类别 那刚刚另外一个 所以怎么做呢 一 选取蝴蝶的一声 二的话呢 你可以从插入超连结 这边插入里面有超连结 那不过我的习惯是按右键 因为右键里面也有超连结 你又不用再去找超连结 然后找到第二个蝴蝶 这份文件中的第二张蝴蝶在这里 按确定 然后底下这个台湾蝴蝶得类于按右键 一样超连结 然后找到什么 特别注意 找到那个制定放映这里 它作为一个功能就是 显示返回 看完之后回到哪里了 回到属业的地方 特别重要 这个功能的话 你要有制定的话 这边才会出现 然后这里下一样 选取 宝玥蝴蝶按右键 超连结 然后选择什么 就刚刚这个清单 然后一样显示 并返回 如果播放完的话 OK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三个项目了 那第四个项目呢 是变更那个超连结 如果有点击过 跟没有点击过 结果的结果不同 就是点击 每点击是白色文字1 如果以浏览就点击过了 那就变成呢 橙色辐射4 OK 然后把它存一个 不清楚的叫bf 诶 有什么差别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点过 没点过 像这边点一下 那你再把它什么 再把它回到刚刚这里 你会看到 点过跟没点过 它原来好像是 没有点过是比较深的绿色 那如果点击已经浏览过的话 就是浅一点绿色 那如果我要变更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 一 选取那个什么呢 设计 二的话呢 在布景主题里面 隔壁变化 点一下 那个叫色彩 所以找到色彩 色彩里面的话 制定色彩 你会发现 最重要的两个功能 超连结 已浏览过的超连结 第一个的话 题目是要我们变成白色的 所以选白色 所以选白色 已浏览过的话 选什么 选它好像是选哪一个 选那个 选那个 这个 橙色辐色式 应该是这个 橙色 对 辐色式 没错 那我们就 这个改 这个改 那把这个名称它叫BF 应该是什么 Botterfly戳写吧 BF 按除村 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 就完成 再试一下 浏览 你会发现 这个是有点过的 这个是没点过的 有没有 再点一下 然后它会播 播完之后的话 会回到刚刚的这个主页 OK 然后主页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我们要直接回 回到那个 不过其实应该有一个回主页的选项 这个地方 其实它没有做这个效果 那把它 你会把这个点击 换成这个橙色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完成了第三跟第四 待会的话剩两个 第五跟第六 主要是针对什么 抽一片二 抽一片三 那有什么地方可以 抽一片二 你会看到 其实这样看起来不漂亮 对不对 其实待会我们可以让它变得非常漂亮 那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它这边题目有提供的 叫做所谓 smartart的一个图形 的效果 OK 画面希望帮你各位试一下